最近体育圈那可是热闹非凡 特别是郭晶晶以裁判长的身份 亮相8的奥运会 这事儿简直比咱们过年吃饺子 还让人兴奋 想想看 在国际大赛的裁判席上 能有那么一位代表着 咱们中国体育精神的大佬坐镇 那心里头啊 别提多踏实了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郭晶晶这27个世界冠军 77个大赛冠军的头衔 可不是白给的 那是真金白银的实力证明 可话说回来 为啥咱们对这事儿反应这么大呢 还不是因为那些年 咱们中国运动员 在国际赛场上吃得亏 受得委屈 真是数都数不过来 记得不 上级奥运会激进名将孙一文 明明实力在线 却硬生生被裁判的一个误判 给送回了家 那心情比吃得黄脸还苦 还有体操赛场上的肖若腾 那动作流畅度 难度细数 哪一样不比对手强 结果呢 冠军的宝座 愣是让给了失误连连的日本选手桥本 这事儿 搁谁心里能好受 更别说北京都奥会上 小苏一名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了 明明表现惊艳四座 却因为某个裁判的个人喜好 分数硬生生被拉低 错失金牌 这一桩桩 一件件 就像是在咱们心头上 扎了一根根刺 疼啊 但话说回来 这些委屈 这些不公 也正是咱们中国体育 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咱们中国运动员 向来都是靠实力说话 用汗水证明自己的 所以 当看到郭晶晶走上裁判席的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中国体育在国际舞台上 终于有了那么一席之地 能够用自己的方式 去维护公平 去争取正义 这不仅仅是对郭晶晶个人的肯定 更是对中国体育精神的一种认可和赞扬 说起郭晶晶 那可是咱们体育界的传奇人物 想当年 他站在跳水台上 那身姿 那动作简直就是美的代名词 推移之后 他也没有闲着 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 成为裁判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得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丰富的比赛经验 还得有那份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郭晶晶做到了 而且做得很好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郭晶晶以裁判长的身份 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 他那双犀利的眼睛 仿佛能够洞察一切不公 他那颗公正的心 更是为所有参赛选手 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技环境 看到他在裁判棋上认真工作的样子 我不仅想起了那句话 英雄不问出处 但求无愧一心 郭晶晶就是这样一位英雄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体育精神 当然了 郭晶晶的加入 并不意味着中国体育 在国际赛场上就能一帆风顺 高枕无忧了 毕竟体育竞技是残酷的 也是公平的 咱们要想在国际赛场上站稳脚跟 赢得尊重 还得靠实力说话 靠成绩说话 但有了郭晶晶这样的娘家人 在裁判席上为我们保驾护航 维护正义 咱们的心里头啊 确实是要踏实不少 说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 路漫漫其修远西 无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体育的这条路啊 确实任众而导远 但有了像郭晶晶这样的优秀代表 为我们保驾护航 维护正义 我相信咱们中国体育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有话语权 那么 未来的日子里呢 我希望咱们能看到更多的中国面孔 出现在国际裁判戏上 出现在各个体育组织的领导层中 这样一来啊 咱们运动员在赛场上 就能更加安心的比赛 更加自信的发挥 而咱们这些观众呢 也能更加放心的享受 体育带来的快乐和激情 最后啊 我想说一句 郭晶晶裁判长好样的 你不仅是中国跳水的骄傲 更是中国体育的骄傲 期待你在巴黎奥运会上大方一彩 为中国体育争光天才 同时也祝愿咱们中国体育 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宽广 他七岁学跳水 十三岁入选国家队 成为全村的骄傲 本着想去奥运会学习一下跳水经验 却没想到 直接打破了世界纪录 五跳三满分 直接把他推上了跳水之巅 他就是如今的跳水名将全红禅 要知道如今的跳水界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 那就是世界跳水看中国 中国跳水看新生代 意思就是咱们国内的比赛 要比国外的竞争都要激烈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跳水队中 全红禅又是怎么能够脱颖而出的呢 下面这局比赛告诉你答案 一起来看一下全红禅强大的统治力 这场比赛是全国运动会女子十米台决赛的现场 场上的跳水名将可以说一抓一大把 随便挑出来一个都能拿个世界冠军 可以说高手如云 全红禅在当时也是正值巅峰状态 状态总是能异于常人 这场比赛也是汇集了顶级跳水三剑客 他们分别是张家琪 陈玉希 还有全红禅 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国家队经过层层筛选后留下的精英 这场比赛的激烈的程度 大家可想而知 连国外跳水队都重复观看本场比赛录像学习 下面让我们一起爱看三位跳水名将的巅峰对决 首先上场的选手是张家琪 张家琪当时进入国家队没多久 就祭拜了当时00后第一位奥运冠军人欠 可以说后生可畏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她的表现 是向前三周半驱铁的动作 嗯 漂亮漂亮 不错 张家琪开头就上演了一个水花消失术 直接把压力带给后面两位选手 这一跳张家琪获得了81.00分 这个分数在第一跳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陈玉希 当时陈玉希也是在市井赛上一战成名 成为国家队第一梯队选手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她这一跳 嗯 陈玉希这动作完成度挺高啊 就是入水时没有张家琪那么流畅 这一跳陈玉希也是获得了81.00分 这两个人上来就这么强劲 后面上场的全红蝉压力就有点大了 只见全红蝉此时不紧不慢 眼神中透露着清澈 太可爱了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她这一跳如何 动作非常的轻盈啊 入水时角度也非常好 这一跳全红蝉同样获得了81.00分 目前张家琪陈玉希全红蝉并列第一 这刚开始就这么就这么激烈 看来跳水队确实人才积极啊 比赛来到第二轮 首先上场的张家琪看到两个师妹都跟得挺紧的 她也是准备来个高难度动作 这一跳动作完成度不少很高 入水的时候没能拿捏好角度 不过总体还算不错 这一跳张家琪获得了80.00分 分数还可以 接下来上场的陈玉希此时眼神坚定 看来她这一局也是做足了准 哇 太优秀了 漂亮 这一跳陈玉希拿出了高难度动作 动作和入水都处理得非常好 这一跳她获得了86.40分 不错 最后上场的全红缠也是拿出高难度动作 为了能和陈玉希平分秋色 她也是卯足了净 哎呀 有点可惜 动作有点着急了 导致入水的时候没能及时打开 这一跳全红缠仅仅获得了80分 不过没关系 比赛还剩下三轮 第三轮比赛开始的时候 张家琪由于上跳失误的有点明显 这一跳她准备追回比分 哎呀 这一轮的失误和全红缠上一轮的失误同样 都是过于着急了 这一跳张家琪仅仅获得了66.00分 这个分数她也是无力回天了 只能退出后面的金牌之争了 陈玉希此时上场眼神坚定 由于优势较大 所以她也是信心满满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她这一跳如何 这一跳陈玉希可以说再次惊艳全场 可以看出她的状态真的很好 这一跳她获得了87.45分 最后上场的全红缠此时也是感受到了压力 她会如何处理 让我们继续看 哎呀 这一跳全红缠也是没能如愿以偿 这一跳她仅仅获得了74.25分 此时全场观众都以为陈玉希肯定会拿到本场比赛的冠军了 但是他们忘了全红缠的独门绝技 就是逆风翻盘 比赛来到第四轮 此时的金牌之争只剩下了全红缠和陈玉希了 这两位选手也是从本场比赛开始相互竞争到现在的 首先上场的是陈玉希 她直接把207C动作拿到这一轮跳 为的就是稳中求胜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她这一跳如何 不同理解 陈玉希 稍微的差了一点点 哎呀 陈玉希此时面对207C也是出现了较大的失误 本身这个207C是陈玉希最拿手的动作 没想到她在最拿手的动作上栽了跟头 陈玉希这一跳获得了72.60分 可以说冠军还是有悬念的 接下来上场的全红缠只能选择背水一战 要不然也会提前退出金牌之争 漂亮 哇哦 太棒了 这肯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分数啊 漂亮 全红缠这一跳直接上演了真实入水 这个水花消失数真的是漂亮 这一跳全红缠获得了92.80分 全场最高分 目前四轮比赛结束 全红缠凭借第四跳逆袭到了榜首 此时和陈玉希仅相差0.5分 可以说这个冠军还是有悬念的 很快 最后一轮比赛开始 首先上场的陈玉希依旧充满信心 看来陈玉希的吻不是浪得虚名的啊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她这一跳如何 8.59分 动作完成度比较高 就是入水的时候没能掌握好角度 出现了些许的失误 这一跳仅仅获得了72.00分 非常遗憾 最后上场的全红缠却没有沾沾自喜 而是依旧谨慎对待最后一跳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她这一跳如何 太轻了 没有问题 这个动作肯定是要到90分了 漂亮 这个无敌风火轮 加上水花消失数 完美地结束了比赛 赢得全场一阵喝彩 这一跳全红缠直接获得了91.20分 全红缠实现了绝地翻盘 以总分419.25分 赢得了本场比赛 同时也奠定了全红缠在国内跳水界的地位 希望全红缠能够一往无前 继续在本次巴黎奥运会上刷新成绩 勇夺冠军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全红缠的逆风翻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